1. 信報財經新聞 雜非城市的大學警方 2015年7月4日時事評論 A14許維天這個星期出席了兩個學校典禮 一個是小學的週年慶典,另一個是中學的畢業典禮 小學生的表演天真爛漫,中學畢業生致詞的義重情深 這本就是中小學校園的常態,奈何,經歷去年佔領運動之後 小學校長怕部分家長會在奏國歌時學到彩 而中學校長更是擔心畢業生拿起黃雨傘 這也便是佔領運動帶來的後果,讀者你喜歡嗎? 當然,更具對抗性的場面會在大學出現 或者我們已忘記沒有衝突的大學畢業禮了 就讓筆者分享一次今年到台灣出席舊學生大學畢業的溫馨情景 那是個別科系的小型畢業典禮 他們簡稱小畢典,小畢典的康牌是由學弟妹負責的 他們打算無仿金馬獎,會長兩旁貼上老師主任的大幅照片 掩然天王巨星,每位畢業同學行禮時也有投影介紹 主角照片旁伴以影視名人的翻版 譬如某同學被譽為攻行鄧紫棋 還加上一手七律打遊師 深具深思,兩位學妹當師而也是相當專業 頓錯一樣,感情真摯 由於正需要在大學的整體畢業禮上頒發 再少不點便進行一個撥睡儀式 就是由師長把畢業生頭上學事務的流蘇從右邊撥往左邊的動作 撥睡代表到睡或墨睡成熟 亦象徵畢業生學有所成,可以展翅膏A作為第一次了解撥睡的筆者 卻看畢業生個個在師長前低頭 而每位師長亦因地完成了學生的修行 再來合照一幅配合背景的主角介紹 也真的有幾分金馬掌 而金馬掌沒有的是最後的道謝動作 就是全體師生站起來 所有畢業生向師長作九十度鞠躬 四年的教導 這鞠躬是由衝的 也是應該因然接受的 大學教育本應如此 回到香港的大學教育現場 過去數年觸目的大學生活動會有低下趣味的形身形活動 大學畢業禮的抗爭行為 粗口肉景的音樂會 乃至於在六四維園晚會中公然焚燒基本法 當然 就不者的接觸和了解 以上行為均屬少數大學生的行為 但在自由的仿指下 令其他學生在憑背影響下跟從 至少不敢公然抗衡 在現時資助大學的管理中 部分大學當局不會或不敢對學生此等自由行動作出輔導 結局便是中用此等可能是少數的自由行動影響其他同學 以至整體大學教育 就如佔領運動期間 校園周遭貼滿白課的標語 其中一張寫上位 仲造翻學帽 下面附上細緻師生齊白課 在當時的形勢 在我校絕大部分的課堂教學營事如上進行 大學亦有照顧師生白課的相應措施 但在互相尊重下 沒有人質疑辦課師生的選擇 為什麽到轉來上學的會被貶慰勞呢? 還有一些鞋陰粗口的肉碼標語 難道者就是作為學術殿堂的大學應該接受的特色嗎? 接同B5所大學推出學聯的公投中 有4所大學的贊成票多於反對票 結果通過退聯 有論者說贊成退聯的同學是因爲學聯的行動不究極 失去支持 而我的看法卻是很多大學生厭倦 甚或反對此等社會抗爭行動 公然表示又怕添煩或受排擠 便以支持退聯去表示他們的看法 況且 還有更保守的是沉默大多數 因爲在這些大學公投中 還有6至9成的大學生沒有投票 大學教學平核體制令部分大學教師和學生 放鬆學習要求 學生可以退學中日 少數學生的激進行為的後果 由全體本港大學生結帳 習非城市的局面便在這惡性循環之下 學變本加例 近年內地生報讀本港高校人數 逐年下降 有教育界朋友提出是因近年香港與內地矛盾加深 加上去年百科和佔領行動 或連內地生覺得本港院校重政治、輕學術 影響了來港星學議員 不者更各市內地生 已了解到香港本地大學生的學習氣氛 要在課堂仍認真真學習的同學也真的要認真地選取 是否要到香港求學了 剛剛入學的大學生憧憬光啊 個豐盛的學習成長旅程 而並不是以退位本的四年 負責他們成長的學者領導 你們開始行動了嗎? 你們還期盼一個如前問所述的溫馨畢業典禮嗎? 鎮會大學教育學系首席港師號許惟天號時事評論 集非城市的大學景況 對,idian拜登 歸隨都保佔摩托 就算加入進化 基本修quar 歸雲 在眼睜上 歸雲 感谢观看